大家好,我是方姐 莲藕这种做法最近火了 饭店一锅要卖68元 自己在家做,成本才几块钱 做法简单,比馒头好吃,比包子还要简单 首先准备一块鸡胸肉,洗干净,去掉筋膜 再切成薄薄的厚片 然后改刀切成细细的长条状 鸡胸肉属于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肉类 非常适合减脂或者是减肥的朋友们 吃再多也不会长肉 准备一块生姜,去皮 先切成薄片,再改刀切成细丝 然后给它剁成姜末 生姜有非常好的去腥增香的作用 把姜末放入鸡胸肉里边 再准备一颗大葱 切成小段,再竖过来,切成薄片 然后再给它切成碎末 大葱和生姜一样 既可以调味,又可以去腥 也把它放入大碗中 加入一勺生抽,半勺老抽 再来一点蚝油 再加入一个蛋清 加入蛋清,可以使鸡胸肉吃起来更加的嫩滑 少量盐 再加入一点胡椒粉,花椒粉 加入适量油 用筷子把它们充分的搅拌均匀 入一下味 接着再准备半个莲藕 莲藕是提前洗干净的 先把它切成薄片 再改刀切成细丝 然后剁成小碎丁 俗话说,秋天的莲藕胜过肉 莲藕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富含丰富的铁、钙等微量元素 还有植物蛋白质 维生素以及淀粉含量也很丰富 多吃莲藕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 剁碎的藕丁放入大碗中 再次用筷子把它们搅拌均匀 如果喜欢吃油性大一点的 可以把鸡胸肉换成二分肥 八分瘦的猪肉 那要吃起来会更香 再加入一点红椒丁、小葱 这是提前泡发好的香菇 洗干净 切成小碎丁 加入一点香菇 既可以增加它们的香味 又可以增加营养 香菇可以为我们人体 提供较多的蛋白质 膳食纤维 强烈推荐大家平时要适量的多吃一些香菇 切好的香菇丁也放入大碗中 再次搅拌均匀 接下来盆中准备300克面粉 加入半勺食盐 先用筷子把它们搅拌均匀 从中间用筷子划开 少量多次的 加入80毫升的开水 先烫一半的面 剩下的另一半面粉 用80毫升的凉水来和面 先把它们揉成团 再加入15毫升的玉米油 加入油之后 再下手揉 这样揉的时候 就不容易粘手了 而且做出来的成品 也会更加的柔软 不发硬 面团揉光以后 手也是非常的干净的 再把面团放在揉面垫上 再给它揉一揉 揉得更光滑细腻 然后搓成细长条 再切成大小均等的小面剂子 把每一个小面剂 再给它揉一揉 整理成圆形 像这样就可以了 盖上保鲜膜 防止表皮风干 全部揉好以后 拿起第一个揉好的面剂 用擀面杖擀开 擀薄 擀成一个长发型的大薄面片 往中间放上适量的馅料 边缘大约一厘米的地方 不要放馅 然后上下两个边缘 往里折叠 再从一头 往另一头卷起来 这里尽量卷得紧实一些 像这样一个生坯就做好了 全部做好以后 把它放入蒸锅 开水放入锅中就可以了 全部摆好以后 盖上锅盖 蒸20分钟 时间到以后 不用闷 直接打开锅盖 像这样 咱们的莲藕鸡肉卷就做好了 外皮非常的薄 耳透亮 晾至不烫手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取出来了 把它放在盘中 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莲藕鸡肉卷这样做 外皮吃起来劲道又柔软 它的这个两头 因为是蜂蜜的 吃的时候里面的馅料 也不会掉出来 咱们扒开看一下里面 哇 真的是太香了 里面的鸡肉 吃起来鲜香嫩滑 莲藕口感脆爽 也是非常的香 层次丰富 一层比一层香 这个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一褶一卷 上锅蒸一蒸就可以了 简单一做 比包子馅饼还要好吃 秋天正是吃莲藕的季节 如果你也喜欢莲藕这个吃法 不妨收藏起来试一下哟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视频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赞收藏 加个关注哦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